好 主播觀眾區帶你來關心 被戰2024總統大選 現在正式進入倒數第99天了 面對在非綠不恨 有沒有可能進行藍白的整合呢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結束了美西的訪問之後 回到了台灣 不過先前就PO出用民調來一蹶高下 贏的人就當震的 輸的人就推薦副手 不過這樣的方式 到底可不可以被國民黨所接受呢 現在傳出柯文哲回到台灣之後 很有可能會在最短的時間內 跟朱立倫和侯友宜三方坐下來 好好聊一聊 不過面對在藍白整合的部分 這個騎乘到底是何時 柯文哲也透露 三方見面的時間由幕僚來安排 但是在藍白整合的部分呢 實際上看起來 國民黨也還蠻急的 國民黨立委賴事寶 稍早最新的說法 馬上帶你來聽 現在全民的期待是 藍白要合 怎麼合 這個應該是 柯文哲 侯友宜跟朱立倫 他們三個坐下來好好談 每個人都可以處罩 每個人都會講話 但是我們希望大家真的以大取為重 不要有情緒 很重要 大家要合一定是心平氣和 要高高興興來合起來 來完成要正當倫敵的使命 三個人見面 朱立倫 侯友宜跟柯文哲見面 越快越好 我們的基層都很焦慮了 好 我可以聽到賴事寶就表示 在藍白整合的部分 實際上這期程是越快越好 而且他表示如果大家坐下來談 必須要心平氣和 這也是目前基層所希望的 可以用藍白和的方式 來對抗賴清德 不過實際上不只在藍白和部分 國民黨當然是有動作的 侯友宜也預計在11號的時候 銅框前高雄市長韓國瑜的部分 以及立委參選人共同來發表相關的政見 是不是要來在這個民調之前握有主導權 當然是值得外界觀察 以上是在立法院的最新現場 最後要選擇 柯文哲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一號率團訪美 今天凌晨五點多 搭機反臺 被問及大家最關心的 藍白到底什麼時候要何 先來聽他 稍早訪問 這次回來會跟朱立倫主席 還有侯友宜碰面嗎 這個應該 看看 剛剛回來吧 看看幕僚怎麼安排吧 這個在我出國前 我們像我們的發言人也講過 因為這個藍白和講了超過半年了 我從來都沒有聽過到底要怎麼合 所以我們後來就說 那這樣好了 我們先提一個proposal 就是一個提案 就是說 好 我們比民調 贏人當政 那輸的一邊就推薦那個富的 當然這個在綜合考量 還是組成一隊最強的 那種勝率最高的候選人 有設定什麼時候做民調嗎 看看國民黨怎麼回應啊 被媒體追問 近期是否會和前立法院長 王金平見面 柯文哲表示 最近好像沒有安排 藍白到底什麼時候要合 柯文哲也說 就看國民黨怎麼回應